科比,大概是本世纪NBA最偏执的男人,他对胜利的渴望无人能出其有,在球场上,如果受到挑衅,他会用一些嚣张的动作回击,比如一个犀利的眼神,而眼神和下面两位遭遇的相比,简直是小意思,龙多背下的站不稳,需要人服当年拥有龙多加三巨头的凯尔特人,或许是科比最大的敌人。 在一场比赛中,奥多姆在一次投篮时被龙多狠狠地拽到地上,科比见状也没有多说,准备把奥多姆拉起来,可是龙多这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火气太大,竟然伸手把科比推到一边,而这,让科比皱眉了。 接下来就是球迷相当熟悉的经典一幕,科比干脆不管还在地上的奥多姆,伸出左手指指龙多,嘴里标着垃圾话,我打球的时候,你特帽还是液体呢?这显然吓坏了龙多,甚至隐隐有些站不稳,幸好及时被赶来的雷阿伦护着。 与此同时,加内特赶忙过来劝架,要是换作别人加内特估计直接投顶头了,可加内特当时真的是劝架的,这是后回忆,他当时对科比说,别生气,他还是个孩子,而龙多后来接受采访时说,他对我真的有点生气了,当他那样做的时候,弄黑火花软蛋,两个裁判拉不住本世纪活人第二次的F4组合,无疑是相当失败的,不仅让科比拼到跟剑断裂,更是首轮就被淘汰。 这也和科比,霍华德之间的矛盾有很大关系,只带了一个赛季火花就转会火箭,而在对阵胡人的一场比赛中,科比和霍华德拼抢篮板时,科比被霍华德狠狠走击了一下,直接点燃科比怒火,上去怒指霍华德,当时霍华德手拿着球,指着科比说,你就是个卑鄙小人,I know you,Dog,这里Dog是李宇,科比更是嚣张至极,被诈霍华德说,软蛋,你动我一下试试,soft 可以看到,霍华德当时只有一个裁判拦在身前并且没有身体接触,而科比则是有两个裁判都站在他面前并死死的拦住他,可惜的是,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科比了。 感谢观看